哪些道具虽然冷门却实力超群呢 这机中有很多冷门的道具 但它们的作用可不弱 今天来聊聊冷门却实力超群的三个道具 1.限弹枪快速装填器 限弹枪快速装填器冷门不是因为它弱 而是因为能装的枪都是限弹枪 毕竟限弹枪本身就不如其他枪线热门 限弹枪快速装填器可是最强的弹侠没有之一 能大幅度加快换弹速度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DPS和SPS12 DPS原本是5.7秒换弹时间 装了之后就变成了2.2秒 SPS12更是从6秒加快到了2.1秒 它才是限弹枪的灵魂配件 2.直角握把 直角握把在游戏里用的人不多 因为它减少的是枪械的水平后座力 而大家都喜欢减少垂直后座力的配件 其实垂直后座力可以通过练习压枪来抑制 但水平后座力可是压不住的 所以如果这把枪你能控制住垂直后座力 那建议闭装直角握把 能让水平后座力大幅减少 3.绷带 这期中的绷带一次只能加10点血 却要耗时4秒钟 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绷带非常冷门 很多人后期都是用了急救包和医疗箱 但其实绷带的作用被低估了 比如在剩65点血的时候 用一个绷带就可以加到75点血了 急救包也是恢复到75点血 但绷带用时比急救包短2秒 所以后期还是带两个绷带吧 然后再继续